好的 接下來亞當 鎮宇 大雄 你們三位願意對品魚告白嗎 請舉手 哪裡 Oh my God What What happened 為什麼 有沒有人要告訴我們 白鎮宇 這裡 我看到她真的很漂亮 就是很有氣質 很喜歡 我覺得 因為我有交往過 就是身高滿高的女生 我覺得跟她在一起 就是 我覺得滿有壓力的 走在一起的話 大家會看 這還好吧 可是有些男生會介意 對啊 人血 就是因為其實女生 不是都很愛漂亮 她說可以為你不穿高跟鞋 她可以不穿高跟鞋 我不知道 因為就是 我們兩個好像都是一樣29歲 對 那因為就是我覺得 跟童年的交往 就是可能下一個階段 就是要 結婚之類的這樣 可是現階段 你還沒有那個想法 對 因為我現在就是 事業還沒有成 喔 所以你只想要找一個女朋友 然後就好這樣子 對 是 好啦 那就這樣子囉 幹什麼 等一下 現在的男生 什麼 加油 你們現在這些男生 加油 OK 我覺得現在這些男生 越來越趕 真的 主持人沒有Q都敢自己舉手 他就是自己要 他覺得說反正我一定要就對了 但是幸福 真的就是要自己爭取 真的 你有想要敗部復活嗎 是 那我要問一下女生 對啊 你願意讓森永 試試看告白嗎 但是你之後還是有決定權 要不要聽聽他告白 好 聽聽他什麼 喔 好的 森永 來 森永請 來 森永 來 森永 現在男生們都越來越主動了 森永 請告白 你好 雖然我有 徒手拔鼻毛這個壞習慣 可是我可以徒手直接扛瓦斯 我也是一個麵包師傅 那他們的優點我都有 所以我希望你可以重新考慮 我的優點 那其實我單身也非常的久了 我一直期待能夠找到一個 可以讓我全心付出的一個女孩子 那妳不但外型甜美 貪圖也很棒 那其實就一直都是我在尋找的 女孩 對 所以我希望妳能夠接納我 讓妳接下來的生活 由我可以融入在妳的生活裡面 OK 森永 妳好用的 很好 女生 現在要考慮 要不要接受森永的告白 跟她出去約會 3 2 1 請選擇 緊張 緊張 嚇死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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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怎麼現在搞到 我們都不知道事情 因為怎麼跟大家講 因為開始好像感覺起來 她有點猶豫 有點猶豫 對 我們來問一下平穎 你那個猶豫是什麼 對啊 還是你有點害羞 你還是怕她手沒有洗乾淨 剛剛去拔了什麼 到底是什麼原因 有點猶豫是覺得 就是剛剛 就除了認識她 就除了拔鼻毛 跟知道她有會做麵包之外 好像還不是這麼認識她 但是就覺得 認識這種事情 往後還有的是時間啊 至少要跨出這一步對不對 對 就覺得 而且她剛剛其實講話的時候 她很誠懇 然後也很緊張 因為她眼睛一直眨一直眨 我都覺得她快中風了 她可能是隱形眼睛太乾了吧 對啊 剛剛是不是很緊張 所以有沒有 有沒有很開心 有 有沒有覺得 一路以為沒機會了 是喔 那有沒有覺得 很信心自己 在剛剛那個地方勇敢的舉手 有 你有沒有什麼話 要對那三位男生說 你去路邊啊你 沒有人光啊 好帥喔 女生就是喜歡你這樣 沒錯 歡迎 恭喜兩位首接手 曲約會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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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非常喜歡的 天空 我很喜歡的 不可思議 很喜歡的 謝謝 謝謝 你 我很喜歡 我想說聽看看她講什麼 也沒關係 但是她講完以後就覺得 就還滿感動的 就覺得 就是自己第一次覺得有 當偶像劇女主角的感覺 對 就真的很感動 我真的還是很開心說 最後我有鼓起勇氣 再舉一次這一次的手 讓我能夠有機會認識她 真的 只有勇敢表達自己的愛情 才不會有遺憾 希望森永跟品人牽起的手 就不會再放開了 好 太棒了 剛剛的巨型真的是 令人太驚訝了 好的 來看那個檔案之前呢 先介紹我們的新朋友 我們今天有新朋友了 是的 建宗 大家好 我是建宗 工作上的同仁大哥叫我Vincent 身高174公分 體重70公斤 興趣是出遊踏青 跟蒐集公仔 那希望今天能成為 某位女士的第一志願 OK 好 一起來看看我們的 正妹檔案 穿著小號的鞋子出門 提著迷你的包包逛街 用小小的雙手抓住夢想 這就是我 我是林玉芬 是一個只有150公分的嬌小女孩 所以大家都叫我小小 但是我這小小的身體裡面 卻有著很大的鬥志 15歲年年我一個人 北上半公半堵 從洗頭小妹開始做起 現在已經是一個 可以獨當一面的 髮型設計師了 吹風機呢 往前吹 然後再往後撥 然後再往後撥 然後這裡就有了 從小在外生活 我學會了照顧自己 煮飯 打掃 換燈泡 通通難不倒我 雖然我喜歡這樣的自己 但是我也期待 能一個可靠的肩膀 在下班後能夠讓我賴著 當一個真正的小女人 幻想著跟她一起騎協力車 她在前面為我擋風遮雨 我們一起努力往前邁進 但是偶爾我突然一下 她還是會帶著我走 繼續向前走 這樣的愛情如果出現了 我會伸出我小小的雙手 努力抓住不放 好可愛喔 很可愛 嬌小的女孩 可是她的內心很強大 年紀輕輕就已經當設計師了 十五歲好像就開始洗頭小 對 然後十八歲就變設計師 太厲害了 也太強了 非常的了不起 掌聲歡迎我們的正妹出場 歡迎 好可愛喔 好可愛 好可愛 妳真的好可愛喔 有一種療癒系的感覺 真的啊 謝謝 很像小肚子 幹嘛 妳超驚的妳 沒有 她剛剛在帶氣氛很可愛 她希望大家給她一點鼓勵 讓她不要那麼緊張 對不對 對 好 玉芬跟大家好好地自我介紹一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玉芬 身高150公分 體重43公斤 處女座O型 那因為我個性呢 是比較活潑 比較開朗一點 那因為優生學的關係 我希望在這裡找到 173公分的男朋友 很好 173公分的 173公分 好 看清楚了 男生們準備好了嗎 她小臉 比較小臉 準備好了 OK 第一回合看到妳 請選擇 好 笑一個 笑一個 妳的第一位是 小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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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肚子痛啊 抱著肚子啊 敬個禮 第二位是 小哲 小哲 小哲很開心 第三位是 益勳 好 我們的電眼男孩 第四位是 鎮魚 鎮魚 你幹嘛要去哪裡 你要去哪裡 第五位是 大雄 大雄 好開心 可愛 可愛喔 第六位是 燕智 燕智 小子家 今天整個六個門起來了 OK 那我們也恭喜這六位男生 進入第二階段 恭喜這六位男生 進入第二階段 接下來這個階段呢 我們就是有機會讓妳 好好的認識男生 所以有任何問題都不要害羞 好 第一位 小樽 優點缺點妳要看哪一點 缺點 小樽缺點請揭曉 毛太茂盛覺得不好看 所以妳覺得是缺點啊 這算難的 她是穿短褲跑步的時候 自己會半倒自己 太強了 左腳毛 勾右腳毛 那你給我們看一下 對啊 你給我們看 現場秀一下 真的很濃密喔 還好 我跟你講 巧克看起來就比你黑 巧克 對不對 巧克 沒有 其實是有的 巧克不用這樣子 我們都看不到 對... 巧克比你黑耶 巧克毛比你粗 所以你會建議這樣子喔 就... 比較不好看 你會覺得男生腿毛很濃 不好看嗎 會 是假的 是喔 所以你覺得 男生要拔腳毛毛 對啊 我可以幫你毛嗎 可以啊... 不...可是他那樣算正常吧 他那樣算正常 可是那個... 巧克... 巧克 還好沒有選到他 巧克沒事啦... 我可以剃掉 怎麼會有人希望毛多一點的 對不對 我剃過 OK 小折 優點缺點 你要看哪一點 缺點 好 小折的缺點 請揭曉 兩到三間形式頭 這個對男生真的是有一點缺點耶 對 為什麼不洗頭 你自己不是髮型師嗎 因為 可能 頭髮粗 所以我比較不容易出油 他應該知道吧 頭髮粗會不容易出油嗎 不容易出油 反而還是香的 還是香的 可是頭皮呢 也是香的 天哪 你真的有致性耶 你可以聞他 我不要 你現在都噴髮膠了 對啊 你能夠接受男生兩三天 才洗一次頭嗎 不行 我都每天洗耶 對啊 他自己都每天洗了 你看他自己長頭髮都每天洗 而且他看起來就是真的是 一股香味 我幫你聞 怎麼樣 沒有...你聞了 我沒有聞 為什麼我剛剛要幫他 要聞他的時候 露出一種違憲的樣子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 為什麼 你慢慢跟我接觸 時間已經太久了 真的 真的 我這會傳染的 我們要盡量站遠一點 對 我當初也是被其他人講 我本來不是這個樣子 帶給別人 好啦 兩三天 那我問一下小哲好了 如果女生希望你每天洗頭 你可以接受嗎 那她可以幫我吹頭髮嗎 可以嗎 可以 可以喔 我每天用客人 其實拿吹風機 我會拿兩隻開始吹 客人的頭 所以我很懶得吹自己的頭 好 這樣子大家心理由理囉 OK 接下來 逸勳 有一點缺點 你要看哪一點 缺點 意識的缺點 請揭曉 不笑的時候臉很臭 好 來 還好啊 你看起來很平衡欸 真的 他看起來 因為可能是眼睛的關係 所以他沒有什麼殺傷力 對 他有一點狗狗眼 對啊 就有點下垂下垂的 不可愛 對啊 很容易造成人家誤會啊 真的 會起爭執這樣 真的假的 對啊 那妳會覺得這是一個缺點嗎 其實不會 因為我不笑的時候也很醜 真的嗎 來 不要笑 哪有 秘密就很可愛 你耶 我被人家養了 你都小在我家養了 娃娃一樣 妳真的很想 妳是 她 其實 那個眼睛真的是滿可愛 她真的很可愛啊 圓圓的啊 像西施犬一樣有沒有 對啊 脈絞大大蕊的 很可愛的那種 接下來鎮宇 優點缺點要看哪一點 缺點 妳都看缺點 因為我處女座 然後我想說 看我包容的程度可以到哪裡 所以妳都想要看一下缺點 對 好的 鎮宇的缺點請揭曉 講話很囉嗦 怎麼個囉嗦法 剛好我也是處女座的 對 處女座 就有個個性就是比較 碎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她 會 會 就是碎唸啦 其實 其實也不是 不是 就是很愛唠叨啦 就很像媽媽這樣子 就是為對方好啦 對...我就是為對方好 一盆這樣 幫彼此找台接下 就是我希望 跟我在一起的朋友 都能夠一起成長 一起進步 跟我一樣沒有關係 OK 所以你覺得這一點 你是可以畫的嗎 可以... OK 好的 問一下 鎮宇想問問題 Funa說是在哪裡的 工作 工作 對 心電 在心電 OK 所以剛剛那個拍攝 是那個心電那個橋 聽說不是會拆掉 你跟人家聊就幹嘛 你剛剛跟台北縣政府問一下吧 我想說 新北市人問一下 如果他要拆掉的話 我希望說 你是查報隊的嗎 蛤 就專門拆違建的 拆掉這事情跟他聊 我跟你講 他現在只是想要找話 你跟他聊 他想要讓他印象深刻 高招 聰明 厲害 太賊了... 好 現在這些男生越來越賊 很好 非常好 他是台灣FBI 調查局 OK 接下來大雄 他的優點缺點 你也是要看缺點嗎 對 好的 大雄缺點請揭曉 我是媽寶 對媽媽 沒大沒小 有時候是不小心 然後有可能是因為 大雄這個名字 就是害我變成大雄 對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覺得 就是他 他就是 端一些水果啊 什麼 那個 飯啊 然後我就會 我就已經吃飽了啊 然後 你就會說 我不要吃啊 對... 我快吃飽了 你還拿來 那一次不小心 然後就是會 對他稍微比較兇一點 是喔 對 他可是你所謂的媽寶 是你什麼都要聽你媽的嗎 還是 不是 就是 媽媽照顧得很好 但是你就是會對他 沒大沒小這樣子 好 接下來燕智 他的優點缺點 你要看哪一點 缺點 好的 燕智缺點請揭曉 好 燕智看起來有點木鬧 我不太 有時候跟女生出去講的是 就是沒有很熟的話 我會單獨的狀況下 我會不知道怎麼聊天 就不知道怎麼開口 開話題 但如果有時候 聊到發現有共同的特... 就是共同話題的話 我可能就會比較 就聊開了 對...就會聊 畫夾子就開了 所以一開始可能不太了解 對方 然後就會很沉默的 不知道該怎麼 對...不知道怎麼開口 對 你呢 你劍談嗎 我還滿劍談的 就很活潑 所以你覺得你這個問題 你不會擔心 可以 交給我吧 對啊 交給你開口就好了 接下來要進入 喜歡你的階段 剛剛的過程當中 我相信對所有的男生 都應該有一些 基本的了解了 是的 也看過他們的缺點了 然後你也知道 你能不能包容了 所以我們要進入這個階段 喜歡你請選擇 好 你的第一位是 鎮宇 鎮宇 你的第二位是 大修 你的第三位是 燕智 好可愛喔 左邊都沒有 左邊都沒有 小哲笑成這樣 為什麼這樣笑 為他選我啊 你以為他選你 你以為他選你 還說你不洗頭耶 怎麼穿得真這樣 你不洗頭耶 他說要幫我洗的 可是他其實 你不要跟小孩子 賴皮一樣 把他裝自己說要幫我洗 但是他剛剛有 這女生剛剛有提到啊 他說 你頭髮那麼短 你真的應該是要每天洗 我說每天洗了 我這麼常都每天洗 對啊 好啦 搞不好以後 女生真的就在嫌棄你這個 稍微就是努力 好 恭喜我們的鎮宇大雄彥智 進入下一個階段請出場 好的 接下來這個階段呢 要緊張了 女生會有點害怕 因為不知道男生會不會 舉手告白 對 那女生有沒有最後要跟大家 就是精神喊話一下 對 其實你們三個我都很喜歡 那 希望你們可以跟我 心有靈心 可愛 然後不要拒絕我 OK 好的 鄭宇 大雄 彥智 你們三位 願意對女生告白嗎 我的天啊